咱们穿着自己的传统汉服,行走在自己的土地上,却被人以各种理由驱赶 这不是电视里面的情节,这是发生在江苏的真实事件 在9月18号这一天,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天是什么日子 一群穿着明治汉服的年轻人来到江苏的淮海路拍照,也就是日式的风情街 这几个年轻人都戴着口罩,男子就是锦衣卫的打扮 女生就把头发扎起来,腰间系上了腰风,整个人也多了一分阴气 没想到却遭到了工作人员的主旨,她给出的理由也很奇葩 穿着服饰不太合适,会造成聚集,影响周围的居民,影响交通 这段视频在网上流传之后,很多人对于工作人员的回答并不满意 我们穿着自己的汉服,走在大马路上,而且这也是公共区域 何况他们只是拍照,并没有做出其他出口的举动 何况当天来这里拍照,拍视频,打卡的人非常多 甚至有一些穿和服的人都跑过来打卡 怎么不见工作人员非常激动啊 穿着自己的服装汉服,为什么就要被驱赶 怎么就成了不合适,不妥了 什么时候我们穿传统的汉服,行走在自己的土地上的资格都没有了 现场也会穿汉服的姑娘,回答也是不卑不亢 他说是你们这条街敏感,是你们心里有问题,而不是我们有问题 我们刚刚来的时候好好的,并没有影响交通 是你找到了我们才造成了聚集,才影响了交通 别人穿着日本的和服在这里,你就不觉得有影响 这条风情接住的日本人多了 你觉得是穿汉服的中国人会让这些日本人不高兴吗 这几个年轻人穿的是明朝服饰 在历史上,明朝与日本有过十四较大的战役 其中明朝八胜一贫一副,其中七家军作战勇猛 对日本倭寇以沉重的打击,让倭寇为之胆寒 而视频中的几个年轻人穿的正好是七家军的服装 我们穿着自己的汉服,行走在不被限制的公共区域 难道就是因为穿着,刺痛了某一部分人的神经吗 还有人说是不是这些穿汉服的人故意拍视频 想成为网红,想蹭牛亮 其他人在918这天穿着和服,来到这条街 各种打卡,摆姿,拍照 也没见这些工作人员把人家驱离开 为什么就不允许汉服爱好者在街上 其实这条街在正式演变为日本风行街之前 熟知的这个地方叫做淮海街 原本只是一条在1994年建设的普通街道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在周边落户 最后才慢慢演变成日式风行街 周边的日本居民也越来越多 你招商引资可以 你为他们开辟绿色的通道也可以 但如果为了利益伤害自己人的感情 一味的崇洋媚外 那也不值得原谅 你是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呢 你认为工作人员他们的做法对不对